這個刮鬍是哪一個儲存格 好 那這個時候它是全部儲存格才會有作用 所以我教過一個小技巧 等於什麼 等於黃色RGB 刮鬍255 豆點255 豆點0 好 那字的顏色怎麼加 把這一行複製一下好了 貼上 把INTRO改成FORM就可以了 FONT 這可能比較好記 然後就直接把這個改成0 寫完了 其實就是下面這一模一樣 應該都一模一樣 所以關鍵在這裡 還有邏輯判斷 想邏輯判斷前面都教過 只是說你要很順手的 可以把這個東西打上去 欸 道理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困難的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做完這個部分 OK 那我只是把它分解動作給各位 再來就是清除格式 不過清除格式特別注意 清除格式呢 不是說你把裡面的格式清掉 而是像我這邊是因為我有加顏色 加了這個顏色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清除格式是把 把它的原來的顏色加回去 裡面分成底色跟它的字的顏色 那底色怎麼知道 點擊這邊 其他填滿 因為我是用哪一個 用那個淺綠色這一個 那我怎麼知道淺綠色這一個的顏色是什麼 切過來就知道 顏色好像不對 是不是應該這 這一個吧 有個淺綠色 我不知道選的其中一個吧 應該是這一個 假設這一個好了 切過來 會有一組號碼 那你把那個號碼記下來之後 再把它放到intel color 那字的顏色是黑色 那黑色什麼顏色呢 其實黑色很好記 你就把它拉到最下面 你會發現 0 0 0 那白色呢 25 25 25 那我就把那個底色 跟什麼 跟剛剛的那個顏色給加上去 有沒有 底色 這就是intel color 顏色 字的顏色 就把它改成黑色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清楚格式了 那對角線的話 其實跟剛剛的很像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行複製 貼過來 能夠整除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我這個 這個地方 能夠被刪整除的複製 貼到底下 改哪些地方呢 其實就改邏輯 那我剛剛講過 對角線部分的話 有兩個 一個是 i 跟 j是相等的 對不對 或者是 i-1 等於 j-1 也可以啦 第一個邏輯 第二個邏輯是 或 或者是 i-1 加上 j-1 等於 10 所以兩個邏輯嘛 那你就可以寫在哪裡呢 其實你就可以寫在 這個 這個東西 把它delete掉 做什麼呢 做那個 i-1 如果等於 等於 j-1 空一格 或者是 i-1 加上 j-1 i-1 減掉 i-1 等於 10 的話 那如果你要保險起見 你可以把它刮乎起來 其實-1好像 或者你乾脆 i-1 其實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不用剪好了 這個記得把它刮乎起來 這個把它刮乎起來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字的顏色沒改了 所以這一行可以把它刪掉 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基本上 對角線跟除以3 基本上邏輯是一樣的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把這個地方 再加上幾個按鈕 讓這個按鈕自己再加上去 做完之後 那我就可以 有一個 能夠被刪整除的按下去 有沒有 自動底色跟 字連色更改 清楚格式 就把原來的格式再套回去 對角線 對角線 有沒有 相等的 跟相加的 -1 再相加 等於10 ok 那就完成 所以會有 等於三個變化的 不過其實 變化的東西 也不算太多 那我擔心 各位如果 不太能夠理解的話 我這邊都會有 把那個 你們可能做錯的部分 把它用黃色底色加上去 OK 來試一下 請各位 再把這個部分 了解一下 那這個都可以組行打的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 看著上面 需要做什麼 再把程式加上去 謝謝